字幕提供 好了 我們又回到西洋透視 第三節的時間 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 和華叔 身體健康 華叔 身體健康 最重要健康 這樣的 上一節就講到民眾的問題 民眾對華叔有很多的意見 我們當日參與民主運動這麼久 這次我看到被人批評華叔的情況 就有很多 很嚴重 我們很替華叔不看 因為我覺得有些言辭實在有點過分 包括司徒魯密那些 太離譜了 但是很多網民都很關注華叔 你當初支持五區總辭 其實當時這個是完全誤解 我記得第一次我做出反應 是在8月1日 民主黨內部的諮詢會議 當時我說對五區總辭 變相公投這個建議 要作出積極回憶 所以接著我提出五區的人 五個人 所謂積極回應是怎樣的呢 你不要一下就反對贊成 要討論 這個才是積極回應 同時你看看我們五區的人 是每個政黨都有的 其中的用意就是 這件事牽涉到所有的泛民主派的人 大家一起來討論 人人參與 沒錯 我覺得 社民聯的策略是這樣的 他們提出一些很激進的建議 佔領了古德高地 你一起來就一直攻擊你 所以當時我看到 所以黃毓民後來聽到我的意見之後 他說華叔是高招當中的高招 為什麼呢 其實我不是說贊成 也當時我不會立即反對 我提出要積極回應 希望大家考慮清楚這個問題 這樣才是引你討論 不是一方面提出 其他人都不參與的時候 怎樣呢 這就是積極回應 至於剛才你說 很多人在網上罵我又怎樣 我都幾十年來被人罵了多 對這些聽到的意見 我會自己想一想 若果他說得對 我也會接納 假如他不對 他亂來的 我覺得這個講這樣的意見的人 他本身的身份都自貶了 這樣的意見值不值得去考慮呢 我們聽說 共產黨罵華叔 我們聽說文建聯那些 這次民主派的一些支持者 去罵華叔 剪一些片段 他說民主派是否真正民主派 我又測不到這些 聽說華叔曾經接受電台的訪問 反傳統的訪問 先聽一下華叔 華叔 如果真的可以做到五區總事 五位的議員去參選的話 贏當然是好 萬一不幸的 輸了 沒有了個位 那豈不是很不值 華叔 我覺得 贏的機會是非常大的 一方面 在過去 民主派和保守的親共派 都是六四之分 再其次這次因為這樣的時候 他們原本做開 而又辭職 又再選 我看市民是會支持他們的 同時呢 對方亦都報仇人參選 我說見名單講幾個 除了是參選過落選之外的呢 鄭耀堂說參選 我就不信他會參選 他輸不輸得起 鄭耀堂說 現在在法律上是沒有一個公投的制度 而我們所提出這個用補選作為公投呢 是一個民意的差別 假如在補選裏面全勝的 我們得票數非常之多的 雖然這個政府不是一定要去執行 但是已經反映民意造成很大的力量 華叔 你譬如曾經有這個訪問 是不是其實都是 其實不是那麼支持 只是用一個好像很鼓勵的方式 去叫大家去積極討論呢 是 其實這個就是積極的回應 就是避免對方佔領道德高地 萬一攻擊你 其實呢 是引導的討論 繼續討論下去 譬如民主知不支持 其實陸續還有民意出現 譬如最近好像昨天還有一個 香港大學的民意調查 會看到民意是怎樣的 同時呢 現在在討論當中 越來越多的意見 看到呢 勝算不是那麼高 是 但是你剛才那段片段說 你又覺得勝算很高 其實你自己又不斷在轉變 這個不是轉變 這個是回應之後 看民主的反應是怎樣的 是吧 其實我一初來講 我都是避免有些人借這個建議 佔領高德高地之後 不斷不斷去攻擊你 其他的意見不會出來 是吧 其實呢 我覺得這個建議呢 應該首先是在 泛民主派內部來討論一下 其實是完全沒有討論過 一提就提出來 同時是以為不簽立 如果假如 當時 如果不是做一個這樣的 反應的話呢 他就會攻擊得更加強烈 其後都跟著 不斷攻擊到最後 我覺得他的攻擊 是太過 不合理了 所以在傳媒的糾纏下 我才作出另一方面的意見 完全割衝我自己出來 我並不是轉變 其實當初我已經估計到這種情況了 因為那種 除了NOW訪問 很多人說 一次過回應 不用仇 大家 吳志森那個節目 訪問的 港台 香港電台 訪問華叔你的時候 你說值得做 應該做 這句說話 其實也是等於 你剛才所說的 有策略 策略的積極回應 即是不是一種 華叔的轉變 或者是轉態 都不是這樣的情況 我 看到我幾三年來 我不是那麼容易轉態的人 是 是 所以在NOW的說法的時候 其實大家網民都不用那麼緊張 因為華叔清清楚 是 是嗎 都是很清晰的 我剛才都說過 是 幾十年來 各方面的意見 我都聽了很多 聽到意見 就自己想一想 自己想一想 是嗎 是 你態度怎樣的時候 我都不理你 是 是 是 好了 接下來他們會總辭 當然 華叔你剛才說了 說不會助選 但是 教協也說不會 其實在一個孤零零的狀態 我們作為民主派的盟友 不幫他 到底上會不會覺得 是不太好 假如一件不對的事 你不應該去幫 OK 同時我講到 補選 公投 這個不是看誰助選不助選 是看你 那個提出來的意見 正不正確 在民意當中 有沒有反應 不是靠哪個人 站出來 你就贏了 是嗎 更加不好呢 認為 某些人不助選 我輸了賴你 這是更加不好的 是 你覺得社民連的出現 會不會其實是造成一種 怎樣 顛覆了所謂很主流的文化 去爭取民主運動的人 甚至是造成內部 民主派裡面的分裂 這只是一時的現象 一時的現象 歷史的發展規律 是不會改變的 是 會怎樣繼續發展呢 我覺得民主運動 從來都是一條漫長 崎嶇曲折艱苦的道路 是嗎 要長期奮鬥 要有堅韻不拔的毅力 做下去 才能夠踏破目的 靠一時的衝動 一時之快 這個只有鎖鐵 甚至到因此而一蹶不振 這個在歷史上已經是見得多了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聽聽華叔的意見 可以多些的心思去考慮一下 是 用不同的角度去看 對於有些網上流傳 之前的華叔的言論 華叔也解釋了 解釋了目的在哪裏 我同時希望不要在網上表示意見 做多些實際工作 是 好 最後呼籲大家元旦大遊行 好 我剛才說到做實際工作 就來參加元旦大遊行 以及帶多些朋友來參加 這是最實在的 拍拖的帶來女朋友來 有狗的 好像你一樣帶來狗 最重要是自己弄 示威牌 示威牌 講出自己心裏的聲音 好 多謝華叔 多謝華叔 希望你保重身體 之旅的聲音都很不舒服 是的 都清醒一下華叔 在這裏跟大家說聲 新年快樂和聖誕快樂 多謝華叔 謝謝 拜拜 聖誕快樂